歡迎收看K-Music,我是K-Min 這集要來介紹一把台灣比較罕見的琴 Musicman Steamray Short Scale Bass 最近幾年越來越多廠牌開始在做短琴琴的Bass 市場上規格最頂尖的Short Scale Bass就是這一把 當然價格也是 我很勇敢的又不試琴 就從國外直接買了一把回來 還好我彈起來非常的滿意 我原本擔心這把Musicman Short Scale Bass 會是上不了聽堂的玩具 但其實它的音色跟手感原本比我想像的還好 尤其是它的外型非常的討喜 是正常Steam Ray等比例的縮小版 帥氣之中還帶了點可愛的感覺 讓人會常常想把它拿起來彈 短琴琴彈起來非常省力 不會因為手痛影響戀情的意願 真的很適合手小的女性 或者是中途轉職的吉他手使用 簡單的介紹一下Musicman Steamray的歷史 講到Musicman就不能不提到Leo Fender 也就是Fender的創辦人 Telecaster Stratocaster Precision Bass Jazz Bass 全都出於它的設計 Leo Fender在1965年賣掉Fender公司之後 又接著和他的快樂夥伴們 在1974年成立了Musicman公司 Musicman Steamray是他們在1976年的時候發明的型號 可以想成是Modern版的Fender P Bass 搭載雙線圈實音器可以得到更有力的聲音 在當時非常適合重一點的搖滾曲風 是非常經典的Bass型號之一 後來Musicman在1984年被Earney Bow收購之後 琴頭上的Logo就變成超長的Earney Bow Musicman Steamray了 以上是簡單的歷史介紹 至於為什麼我會想買一把Short Scale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我覺得正常Size的Bass 在我用iPhone錄影的時候 鏡頭位置很難喬 我要退後很多才可以讓整個Bass入鏡 第二個原因才是左手的大小 Short Scale Bass彈起來很接近吉他 不管是左手的擴張、跨距還是壓弦的力道 都變得非常的輕鬆 但相對你會損失一些聲音的張力 尤其是高頻那種鐵位會比較少 就必須靠EQ去補 但很不巧我買了這把二手琴 前一手已經裝了頻繞弦 比起我們一般常見的鏟繞弦 它的高頻鐵位又少得更多 我本來想說等我換成鏟繞弦 再來拍介紹影片所以才拖了這麼久 但最後我還是沒有換就是了 總之後來我上網看來看去 覺得所有的Short Scale Bass裡面 外型最好看還是Steam Ray 然後他也有便宜的副場選擇 Sterling by Music Man Short Scale Bass 每一場的Music Man Short Scale Bass 定價在2000美金左右 印尼場的Steam Ray by Music Man Short Scale Bass 定價才500美金左右 在YouTube上找了幾個影片試聽之後覺得 Bass的聲音聽起來有肉是很重要的 所以最後我還是選了每一場 拿到手第一個感想是很輕 超級輕 可能是因為本來的Sire Marcus Miller 太重了吧 第二個感想是手感非常棒 我發現有彈過比較好比較貴的琴 他的Fret都做得很粗壯 我還蠻喜歡這種類似Jumbo Fret的手感的 感覺左手壓弦會變得比較輕鬆 他的琴頸是沒有上亮面漆的 左手在上面滑動起來很順 唯一一個不太習慣的地方是右手 因為琴聲等比例縮小的關係 我的右手在slap的時候 會不小心碰到音量旋鈕 後來解決的方法是我自己改變姿勢 把右手從握拳改成攤開 蠻快就重新適應了 稍微介紹一下他的旋鈕 第一顆除了音量控制 按下去之後他還有一個小小的boost效果 因為他不是主動式的琴 所以其實效果很有限 第二顆是實音器的switch 有串連並連跟單線圈可以使用 串連的聲音是最肥大的 單線圈的聲音最乾淨 並連的聲音介於兩者之間 第三顆是tone鈕 其他好像也沒什麼需要介紹的功能 最後要提的是 他其實是從2019年才開始生產的限量型號 每年生產兩種配色 搭配楓木或玫瑰木的紙板 2019年生產Ultramarine Blue Raspberry Pearl 兩種顏色各100把 2020年生產Vintage Sunburst Stary Night 兩種顏色各150把 2021年生產 Blue Magic Micro Prism Scarlet Red Neon Pink 目前為止 鑿鳥釋出了各5把而已 剩下的在下半年才會陸續出場 所以目前二手市場難選 而且還要挑到想要的顏色就又更難了 我這把Vintage Sunburst 也是在Reverb蹲了一陣子才搶到的 但我其實是因為琴錦的顏色 烤得很漂亮才挑它的 只有Vintage Sunburst 才有這種烤過的顏色 而且這也是唯一可以在琴聲看到木紋的配色 不知道你們比較喜歡哪種配色呢? 那這集的節目內容就到這邊 歡迎大家到其他影片中去找這把琴的聲音來聽 如果想看更多特別的器材開箱 還請大家持續支持本頻道 謝謝大家 我們下集再見